好 我们现在看一看 给大家找了几个小例题 看看大家能不能把刚才学习的几个测试 实际运用一下 Which test would you use to assess a acromere clavicular pathology? 好 Which 哪一个 哪一个的什么呀 Test 测试 这个哪一个测试 would you 这你将要怎么样 use 用 用到一个评估测试 测试什么东西 这一畅串是什么 这个字是什么 A 监索的病理 所以大家就知道 测试这个监索病理的 用的是什么测试 A 叫 ac share ac share 也就是说监索的 挤压测试 监索的剪切测试 您将使用哪种测试来评估监索关节病变 ac share test 交流剪切试验 Apply as scratch test used to determine the range of motion 首先就出现了一个专专业的词汇叫做什么呀 Apply as scratch test 这个Apply的 划痕测试用于确定 Determ 确定 Range of motion 确定什么地方的关节运动 肩关节 肩关节 Apply的刮擦测试用于确定哪里的运动范围 Shoulder 肩 During Apply as scratch test What action happened to the humerus Growing 这是什么呀 在什么什么时候 对吧 在什么过程当中 Apply的划痕测试 在做这个测试的过程当中 What action 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行动 发生在什么地方 Hemeral是什么地方 弓鼓 弓鼓 也就是在弓鼓上 你做Apply的划痕测试 弓鼓会做什么动作 内旋 如果要是有内旋 我们就选内旋 如果没有内旋 我们 找一个有外旋的也可以 要看题目给的这几个答案 在Apply的刮擦测试期间 公鼓发生了什么动作 Abduction And External Rotation 外展和外旋 所以像这种测试的题 大家应该看 备选答案 ABCD到底是什么 然后选一个最优胆 不能死记硬背 不能只是背下来 一看Apply 这个Scratch 就选着一个内旋 一看ApplyScratch 选一个外旋 不是这么选的 The practitioner performs Apply as Scratch to allow the patient to touch the scapular from below to test the range of motion of the shoulder 就说的很具体 一个按摩师 在做一个ApplyScratch 测试的时候 他说 Patient 这个病人怎么样呢 touch the scapular 什么是 scapular 肩胛骨 很好 一看就认识了 这可不能忘 摸肩胛骨 from below to test the range of motion of the shoulder 从below 是下面 从下面来 做关键运动 那么大家想想 这是一个什么动作呀 这个 公骨做什么动作 内旋 从下面上 这是内旋 内旋 职业医师进行ApplyS Scratch 以使患者从下方触摸肩胛骨 以测试肩部的运动范围 Internal rotation Humorous 内旋 公骨 Median rotation of humorous 内旋 公骨 好 说到这儿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两个字 Internal rotation 和middle rotation 都代表的是 内旋 公骨 Internal 和middle 都是内的意思 一定要把这个记住 这两个都是一个意思 Internal 和middle 都是内 内旋 rotation 是旋 内旋 公骨 What is the main function of ApplyS Scratch Test? 还是ApplyS的滑坑测试 他问的是什么呀 什么一个 main function 是什么意思 主要的功能 好 这个测试主要功能是测试什么呀 肩关节在什么动作呀 内旋 公骨 内旋 这是最主要的 Apply的刮擦测试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Median rotation of humorous 内旋 内旋 公骨 好 再换一种问法 看一看 During ApplyS Scratch Test What action Happen During 当这个 讲的是一样一个事对吧 当这个Apply测试的时候 什么 一样的一个行动 发生了 跟刚才说的这个 一模一样 什么样的一个主要功能是Apply测试 换一种问法 Apply测试的 主要的 动作是什么 还是 内旋 公骨 所以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知识点 知识都是一样的 说的都是一件事 Apply测试对应 内旋 公骨 它用了 四五种的问法 说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在Apply的观察测试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动作 median rotation of humerus 内旋 内旋公骨 Which joints in the body does the Apply grinding test Evaluate 好 这又说的一个什么意思 对 这个叫Apply的研磨测试 Grounding test 这可不是刚才的Appler的划痕测试了 大家一定要分清 当出现这个研磨测试的时候 它对应的是什么地方 膝盖 我们的膝关节 所以大家看到Appler的时候 一定要读个心眼 看看 它到底是 还是grounding Apply磨削测试 评估身体的哪些关节 内膝盖 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情况 你将用于 这是什么 对 这就是Edison测试 Edison测试测试的是什么呀 胸阔出口 综合症 对吧 那么再问一下 胸阔出口综合症 哪一个 肌肉 斜脚肌 A 在脖子上 在最上面的位置 A是第1个字母 在最上面的位置 所以是斜脚肌 您会在什么情况下 使用Edison测试 Phorasic Outlet Syndrome 胸阔出口综合症 胸阔出口综合症的三个测试 问的还是比较多的 Which test would you use to assess a nerve compression between the cleavage and first rib 好 大家看一看这个说在什么 对 没错 这个锁骨和第1类骨之间的 神经压迫 Nerval Compression 在 Clarical 一个锁骨和 REV 第1个类骨之间 这种测试是什么测试 大家还记不记得 想一想 刚才我们学过的测试 这叫什么测试 这个测试叫 类锁测试 人家都说 锁骨和类骨了 对吧 那还能叫什么呀 就是类锁测试 您将使用哪种测试 评估锁骨和第1类骨之间的神经压迫 Curse Dock Lavicular Test 类锁检查 前面是有点像Casco 是吧 这个字 有点像Casco 后面呢 ClCl 两个Cl 都是 锁骨 类骨和锁骨 的测试 类锁测试 评估一个这是什么呀 类锁综合症的 测试是哪一种 类锁测试 如果要答案当中没有类锁这个字 大家想想 还有什么测试是跟它功能是一样的 叫1点测试 要评估锁骨综合征是哪种类型的检查 1点 1点测试 E开头的 1点 Which of the following tests is used to assess whether the pectoralis is the cause of thoracic outlet symptoms 你像哪一项测试 是用于 评估什么呀 这是什么 pectoralis 胸小肌 胸小肌 关于 胸阔出口综合症当中 胸小肌 哪一种测试是 用于 测试这个胸小肌的呀 怀特测试 怀特测试 W的怀特测试 以下哪种检查方法 可用来评估胸小肌 是否是胸阔出口症状的原因 Write S Hyper Reproduction Test 赖特过动来 展试验 Write S Test What is inspect the condition is 这个就直接问了 怀特测试 是inspect 检查什么情况 胸小肌 胸阔出口综合症当中的 胸小肌 这个叫inspect 这个词呢 我们以后 同学在开店的时候 就会遇到了 谁开店 开新店 申请执照 都会来做一个检查 这个检查 就叫做inspection 政府部门来检查一下 这个店面是否合格 卫生 卫生是否达标 这个就叫做inspection 检查来特事检查的情况是 Tector minor 胸小肌 What condition is fallen as test used to assess Condition 情况 什么情况 是一个 这是什么测试 测试什么的 法轮测试测试什么的 万管综合症 法轮的测试 用于评估什么条件 Couple Tunnel Syndrome 万管综合症 像这道题有的时候他 答案当中没有万管综合症给你一个rest给你一个手腕啊 也知道也应该知道啊 这个是 灵活运用的事啊 不能说你说万管综合症知道了 给你个手腕不知道了给你一个正中神经也不知道了不行啊 我们学知识一定要灵活运用 你一定要知道手腕当中的万管综合症 万管综合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压迫这个 正中神经 对吧 一定要把这一套都记出来 这就考大家认不认识这个字 漫图测试 非结核的 结核 如果要是大家不认识这漫图测试 这道题就 完全没有办法猜了 你根本不知道它是谁 漫图测试适用于发现什么的条件 Tuberculosis结核 A-Permatocrate is a medical test for 又是血液测试 血细胞比往往是测人的 血细胞比容是什么的医学检验 Megarin blood and plasma 测量血液和血浆 记住了和血有关的 Blood和它有关就OK了 Log which states that bone density and strength will increase as a result of increased load on a bone 好 大家看看那个 一个law 首先想到我们学过的law有几个呀 我们常见的只有两个对吧 咱们哪一个 以下哪一个 这个law 是关于这个bone 关于股的 股密度 和strong和强度 Will 将要increase 增加 随着 随着 复合的增加 Log 随着复合的增加 增加这个股密度和股强度的 这个是哪一个 定理啊 啊 沃尔夫 规定股密度和强度 将因股格负荷增加 而增加的法律 R Proof a slower footing率 The bone skeleton will adapt to the lobes it is placed and eat the block off 这道题又说个什么事 有个人说看见law 还有一个law 法规 一个理论 一个 承受的这个 负载的一个负重的一个理论 关于什么呢 关于bone 或者是schola 一个骨头 只要和骨有关的一个law 就是沃尔夫 古格古格将适应其承受的负载 这是Nufus Theory 沃尔夫的理论 所以英文差一点同学啊 当你看不懂这道题的时候 先看认不认识这个字 law 这个很好认 记住了 你看到有这个 什么什么理论 跟骨骼有关系的理论 基本上就是沃尔夫 又问了一个方法 看大家能不能看 这个说的是什么 什么法则 在人体的 生理解剖学当中 对于 沃尔夫 理论的应用 所以大家一看到这个沃尔夫理论 马上想到了 它和什么有关 骨头对吧 和骨有关 法则在人体解剖学的哪个方面做出规定 骨头 好 大家发现没有 对于沃尔夫理论的 问法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三个看上去这三道题完全不一样 但是实际上说的事 是一件事 所以有很多这个英文差 有时候这个题目我没见过 题目换了 其实没有换 说的都是一件事 关键就是你认不认得 就像我们买主宝一样 真宝石假宝石混在一起 看看大家能不能把它找出来 有没有关键的说明意义的这样的具体的单词词汇 专业的词汇在里面 来判断这个句子的意义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他把它加了一个字叫安特 什么呀 舒尔茨 安特舒尔茨是他的全名 所以大家要记住啊 ARND 安特 你看到这个 不管他后面有没有别的 你就知道了 安特定律 和谁有关 神经 生理压力的刺激 啊 阿文特舒尔茨定律 与什么有关 pressure related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与压力有关的生理过程 神经压力刺激 就是这个 阿文特舒尔茨定律 which of the following neurological law if for forming a routine habit pattern stimulation for active response 又提到了一个什么呀 law 这是什么law 神经学的定理 那么我们说和古有关的定理 是沃尔夫 和神经学的定理 他又有刺激的 一个关系 那么 他应该是谁呀 就是安特 下列哪个神经律是为了形成一种日常习惯模式而减少对主动反应的刺激 和安特定律 安特定律 就是弱刺激 激发生理活动 所以大家呀 就是英文好的同学无所谓了啊 看一遍就能记 因为差一点同学一看这么长的题怎么办 一定要了解 我们学的这个知识 安特定律和神经学有关 沃尔夫定律和古核有关 你只要记住这两个知识点 那么 这么长的一道题 你就能找到它相应的 关键词汇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关键词汇能够把这个知识点回忆起来 进行有效的判断 Which type of assessment best identify specific muscle weakness 好 这道题说了个什么呀 Which type 哪一个类型的 assessment 评估 对吧 哪一个类型的评估 是最好的 最有效的 干嘛呢 识别一个特别的 muscle weakness 一种评估手法 评估肌肉无力 大家想想我们刚才讲过一种 叫什么呀 哎 叫手动阻力测试 哪种评估方法 可以最好的识别特定的肌肉无力 manual resistive test 手动阻力测试 手动阻力测试 我们今天 了解的 这几个 测试手法 大家要记住几个重点的 其中是什么呀 海伦测试 是测试 万管综合症 和正中神经 胸阻力测试 胸阔出口综合症的三个测试 Edison 伊甸 和怀特 啊 还有 什么呀 艾普勒尔的 华恨测试 这五个测试 考证的几率比较大 大家一定要非常熟悉 那么至于其他的几个测试 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出现在被选答案当中 就知道 和我们这个提议有没有关系 如果出现 偶尔的这种非常 少见的问题 大家也有 一个见识 也了解了 也知道了这个测试是什么 那么考试的时候也能回忆起来 关于这一次这个 评估测试的这个测试 几个测试手法呢 我们有一个PDF的文件啊 我会发在大家的群里啊 大家 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再重新看一看 那么今天呢我们对于这个测试就 介绍到这